最近一段时间,除了楼市、股市之外,还有什么东西非常疯狂的话,那么茅台酒就会当之无愧的上榜,作为中国时大名酒之首的茅台酒。 除了在白酒领域当之无愧的地位之外,它也是中国股市的大哥大,到达691.88元的股价,截至8月9日收盘,让茅台成为了中国最昂贵的股票,特别是最近茅台酒的一次降价促销,更是将茅台的神话闹剧,业力的淋漓尽致。 一、喝不起茅台人的疯狂敞购,根据近期国酒茅台贵州还原营销有限公司下巴的名为,关于开展2018年夏季消费者优惠活动的通知的文件,茅台将开展夏季消费者优惠活动,主题为夏季优惠100元,消费者满意100分,原指导价格为1499元的非钱茅台。 在8月6日,8日子三天中,每平让利100元,全国各省区,原议会组织国酒茅台专卖店,特约经销商续照此价格执行,且在活动期间非钱茅台的投放量不得低于2018年6月1日至8月6日实际的货量的20%,百分毫或不低于60件。 这个消息一出可谓引发了轩然大波,在消费者心目中几乎从来不降价的茅台竟然降价了。 该活动消息一出,在8月6日当天,全国独个城市茅台专卖店门前便排起长队,促销活动现场一场火爆。 而长沙,一茅台酒专卖店排队,一来警察明强维持继续一事,则引发较高关注。 8月6日,湖南长沙,一茅台酒集营店开展促销,至少400余人在店外聚集,在多次劝阻,警告无效后,民警为确保不发生惨他事件,对天明强市警,要求市民立即疏散。 据了解,该店的促销活动,并未向公安机关报备,其他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,在中国人的眼中,茅台酒可是有着国酒之名。 这样的名声,也让茅台酒的价格如日中天,其实仔细分析一下,在消费者的购买中,真正能够日常消费,得起茅台酒的人并不多。 所以此次引发的疯狂抢购,是难以用消费升级来解释得通的。 此次促销,一张身份证限购两瓶茅台,从而引发了各地全家齐聚茅台店前,一起排队抢购的现象。 这很难能用我们传统的消费逻辑说得通。 与此同时,根据腾讯证券研究院的数据显示,贵州茅台近日公布的2018年中报数据,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350亿左右,同比增37%,实现利润总额225亿,同比增40%左右。 二季度营业总收入166亿,同比增43%左右,利润总额103.4亿,同比增41%。 根据这份报告显示,北京地区普通贵州茅台批发价达到了1800元,贵州茅台出厂价是819元,1800元的批发价。 批发利润是1000块钱,按照主流的看法,高批发价是真实消费需求所推动的,它反映了需求旺盛。 抢紧需求的表现,反映茅台就供不应求,但是问题真的是真实消费所引发的吗? 一直喝不起茅台的人疯狂抢购,背后到底问题何在? 二,疯狂抢购茅台的背后问题何在? 从直接的逻辑来看,茅台引发的抢购超,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套利空间。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任何一个商品,只要其商品品质没有差距,那么一旦出现价格差就会有明显的套利空间。 虽然茅台的指导价定的是1499元,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市场上以1499元买到茅台。 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说,茅台的零售价格达到了1800元以上,那么此次降价100元,以1399元来购买茅台的话,那么价差就高达400元以上。 这么高的价差并然,会引发投机者套利。 这个投机者就是黄牛。 当然,黄牛投机的根源,就是茅台有一个天然的价格锁定。 这就是茅台九十月沉越香,时间越长越好,但是每一年茅台的产量是有限的。 所以每喝掉一瓶就会少一瓶,自然价格是会水涨船高的。 所以这种潜在的金融属性让茅台成为了一种天然的投资品。 从而让茅台从一个纯粹的消费品演化,成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投资品。 与此同时,我们也知道在茅台这个产品当中,并没有那么多的真实需求。 但是因为茅台的投资品属性,让贵州茅台存在了类似于中国股市的追降杀跌的动力。 这个力量让茅台九十要越涨价,购买的人就会越多。 囤积的力量也就越大,其实现在很多购买茅台的人,并不是为了消费或者说以用,而是纯粹为了囤积。 这涨和囤积会让茅台的价格逐步上涨。 一旦这种上涨到了一个击鼓传花的顶点的时候,只要出现某种外部的刺激性因素出现,就会疯狂的刺破泡沫,以发价格的急剧下跌。 而之前的囤积和炒作,也会成为下跌过程中被疯狂抛出的库存,从而引发更大的下跌。 这样的循环规律可以说从几百年前荷兰的玉金箱泡沫,几十年前的中国的君子兰泡沫中几乎是如出一辙。 但是,茅台的泡沫其实,并不只是茅台一种产品本身那么简单,而深层次的问题更是让人触怒惊心。 最近一段时间P2P是雷暴不断,房地产也出现了价格下跌的趋势。 其实更加深层的问题是中国中等收入人群非常严重的资产狂危机。 从货币角度来看,人民币汇率最近快速贬值。 贬值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实际购买力的快速下降,而国内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其实也是日益明显。 如果中等收入人群只把钱乘进银行的话,那么只能够一天天的看着财富的贬值率缩水。 那么,中等收入群体怎么办呢? 我们大量存在的投资学理论和理财学理论告诉大家,你不理财,财不理你。 然而大家纵观了一圈中国理台产品之后发现,真正能赚钱的投资品烧得可怜,买股票吧。 发现最近几年中国股市可谓是越来越差,股市奇灰二平一转的规律始终存在。 买房吧,的确房价增值很快,但是国家早就出台调控政策防住不吵了,买房几乎没有机会了,于是很多资金就这么涌入了P2P。 但是P2P爆雷爆得更快,很多人都血本无归,兜兜转转的人们实在无处可取的时候,茅台也就这么成为了一种投资品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茅台既是巨大的风险,也是中等收入群体财富的极度不安与焦虑的体现。 只是,虽然没有好的投资品,但投资茅台的风险极高,这一点需要大家必须注意,让由财经专家顾问,财经专栏作家,财经评论员,受发,将汉市也观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